CBA3消息,杜丰收获神助攻,周琦被点名,辽兰功勋离队,悬念揭晓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深不俊仅CBA的各大球队已经逐渐的开始集训 而且各种各样的动态也是持续不断 所以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CBA3个球队各大球队的3个消息 每一个都非常值得关注的 首先第一个和大家说一下杜丰收获神助攻的一个消息 那么我们知道杜丰近期正在国家队这边参加集训 而在近期在我们中国男人出征这一次世域赛之前的话 我们也收获到了来自澳大利亚队这边的助攻 那么对我们这一次在世域赛去面对这个强敌呢 可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从目前澳大利亚男人这边官宣的12人大名单来看的话 这一次他们并没有像过往使用了NBA的很多球员 这一次他们使用的球员全部都没有来自NBA的 只有一个球员是来自发展联盟 所以这样的一个阵容对我们中国男男来说 无疑是送了很大的一口气 毕竟我们也知道如果说本身澳大利亚男男 他们作为世界前三的球队 要是他们能够使用全主力阵容的话 那么我们中国男男这边想要去战胜对手 那么基本上就是鸡蛋碰石头 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事情 但是现在他们整体调整了一个阵容之后 那么我们中国男男其实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 这次我们比赛的话 其实也能够有更大的胜算的去打败这个对手 而且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男男这次的主帅 也在此前和广东的杜丰合作的非常好 也是曾经作为杜丰的一个助理教练来进行一个合作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杜丰而言 他对于这个助理教练整体的一些战术 应该也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对我们这次的真诚而言 总的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惊喜 第二个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周琦被国际蓝联点名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近期我们也知道周琦正在中国男男这边参加集训 而与此同时国际蓝联在近期也是盘点了曾经U16组的一些级别的队员 他们在最近几年取得了一个优秀成绩的一个排名 那么在这一次周琦作为一个代表人物的话 也是被列在这个榜单的首名 在这一次的整体评价当中 那么国际蓝联也给予了周琦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就认为他是在当年这个主别当中成长非常优秀 非常快的一个球员 所以对于周琦而言 这次收获点名一个肯定的话 能够去上了这个榜单的榜首 我觉得也是一个重大的认可 那接下来我们也期待 他能够在后续去帮助中国男男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最后一个消息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辽宁功勋离队悬念揭晓的情况 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前段时间 辽宁蓝蓝夺得上个赛季的总冠军之后 一直以来都传出他们的老将刘志轩可能要离开球队 因为在上个赛季的比赛当中 刘志轩是打出了这么多赛季以来的最糟糕的一个表现和得分 所以当时大家也都觉得说 可能在本赛季合同到期之后 他可能会被球队放弃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就在近日 辽宁南南这边的官方球队也是官宣了最新集训的一个消息 在这一次他们提到有三个球员已经入队参加集训 分别是刘志轩 李小旭 以及崇明成 所以从这个消息来看 也就意味着刘志轩根本就没有离队 那么过往所谓的一些传言都全部都是谣言 所以这样一来 其实对于整个辽宁队来说 他们这个功勋老成离队的悬念也是正式揭晓 起码下一个赛季会继续留在球队 那么对刘志轩而言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归宿了 而且其实实际上在近期还传出刘志轩接下来有可能会往助理教练这方面去培养 当然目前来看的这个消息 现在我们并不确定是真是假的 但是大家也可以大概了解了一下整体的方向 总的来说 目前来看的刘志轩会暂时不会离开球队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各大球队能够继续努力在新的赛季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